万表 流行力 天出这一系 好久没说浪琴了 今天聊聊浪琴的新款 如果你是浪琴的粉丝的话 一定特别熟悉这款 康卡斯前手表 这款表是康卡斯前手表的GMT 为了增加GMT功能 这款表尺寸做了一些调整 现在调到了43毫米 整体感觉来说更加的协调了 更加的能够包容GMT这个功能了 而且43毫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都没超过它的上限 除非你的手腕特别细 配置方面还是陶瓷表圈 机芯是专属机芯 而且都配备了防瓷的 固优丝等等等等 防瓷能力提高了 这款表当然还有很多 就是橡胶表袋的了 这是女生的福音 现在很多女生喜欢运动表 但是主流的运动表的尺寸都偏大 咱们中国的女生都比较秀 所以浪琴出了一款小尺寸的 浪卡斯素圈的机械机芯 颜色嘛就是说我相信你的感觉会比我更灵敏的 你觉得颜色怎么样 我预计的话这个在社交平台里应该很火的一个颜色 它不是一个纯纯的颜色 它是一个很调和的颜色 只有对颜色很敏感的人才能找到这种共鸣吧 总之小尺寸 香蕉蛋 而且呢浪琴的机械机芯 现在都是专属的 而且都配备归优司 关于这个颜色呀 我觉得呀 咱们也别太胆胆的注意 拿这个颜色 给它看看 对吧 它可能比你说的还多呢 看他们到底真的喜欢还是不喜欢 打在弹幕上 表袋呢 这个橡胶表袋 从近年开始啊 过去他们玩这个橡胶表袋啊 为了符合自己的尺寸 他们必须给剪到一定的维度 对吧 但是现在浪琴这款已经改了 它有这种特殊的这个表扣啊 集档调节 不用剪这个胶带 怎么样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 他都不一定知道 就是这个胶带上 它这些正面上 有些这个这个机梨里面 已经刻上浪琴的标了 你仔细看能看出来 康卡式的这个适合女生的运动表 还有这个颜色啊 另外呢 当然了传统的这种钢链的也是有的 顺便你回家问一下啊 他们在钢链和胶带之间 他们更喜欢哪个呢 也不妨打个弹幕上 玩浪琴的没有不认识军旗的啊 给你看看这个 我们之前做过一次浪琴的军旗的龙表 我记得评论区里有人啊 不太看好这个表 但是我跟你分享一个事实啊 这款表它总共做了800支 本来是要全部给中国市场的 可是添乱的是什么呢 外国市场也想要 最终分走了300支 所以这800支里有300支 被国际市场分走了 这500支秒庆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啊 就是它的表背 这表背你看 这个部位呢 法郎的 甚至你仔细看啊 它下面那个浪琴那几个字 都是法郎的 所以呢 浪琴这个产品的卓越性啊 从这个小细节里就能体现 浪琴的运动系列就是康卡斯啊 康卡斯越动 先说这款康卡斯越动啊 最近金色比较流行啊 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自己轻重 作为运动表呢 它也上了金了 这个表圈是包金的 但是表冠是K金的 玫瑰红配玫瑰金啊 这个颜色还是挺耐看的 同时也是包金摆脱 说实话啊 咱们那个男生中啊 在这个评论里老说啊 说我手腕16的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16的话 你真可以试试这个 再说一款颜值特高的 这个康卡斯越动的 技时42毫米款 这个你感觉怎么样 虽然康卡斯是浪琴的一个 很著名的运动系列啊 但是这款呢 在这康卡斯里呢 它就叫康卡斯越动 技时42毫米 没有那么多传统可说 但是在浪琴的专柜 这个是悄悄的卖的 特别火的一个款式 为什么 其实不用我说 你也明白啊 单凭颜值就可以 就独挡一面了啊 这颜值 熊毛盘 还有今天那个新的配色啊 这是绿的 还有一个蓝的 如果你仔细看细节的话呢 小表盘的小秒针 是带红尖的 可以说通用的 高颜值的设计啊 关于机芯的话呢 也是浪琴的专属机芯 作为技时码表 它也是配备 驻轮机构的 其实啊 浪琴今天还会有 很多重磅的发布 我们拿到一手资料以后 马上跟你分享 谢谢你 下次见